1904年,张作霖已经是生儿八经的官军营长 那一年,日俄战争爆发,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 大清朝无能,严令东北地方和官府 严守中立,不要参与 张作霖可没那么傻,他一直是一个不按规矩出牌的人 他是也帮俄国,也帮日本 他要是不帮,两方面都要欺负他 帮来帮去,他的人也多了,枪也多了 战争结束,他的三营人马变成了五个营 那一年,赵尔逊到东北驻政 很是欣赏张作霖 1907年,大清朝实行新政 郑经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 第一个去做总督的就是徐世昌 徐世昌就是袁世凯的老朋友 结拜兄弟 他到了东北这个地方,发现东北的土匪太厉害了 民不聊生,大部分都是因为土匪 最大的土匪就是杜立三 他听说张作霖能干 就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杜立三是张作霖的老朋友 张作霖在高侃医马的时候 杜立三就找他医国马 两个人还是结拜兄弟 上逢命令不可违背 张作霖只好去剿灭杜立三 想尽办法把杜立三剿灭了 张作霖这一下 很为徐世昌赏识 上奏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又下旨表彰张作霖赏音五千两 这一下成了全国劳动模范了 到了1908年 又闹起了一股蒙古土匪 这批蒙古土匪呢 不是简单的土匪 有政治目的 要建国 要闹独立 他们来无中去无影 在陶南那片草原上 跟刮风一样 张作霖带兵深入八百里 抓不着人影 按说张作霖这个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这个时候发现腿上有一处伤口溃疡 摸了摸里边有个油纸包 取开一看就是入线图 这才把这股土匪打败 这次为维护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力的功劳 被清政府赏顶带花铃 总兵记名 他和其他七位义气相同的朋友 结拜为兄弟 马龙潭 冯德林 张景辉 孙烈臣 汤玉林 张作霖等人 还吴俊生 打打杀杀发个才行 真是治理一个地方 能把个地方治理的心心向荣 还真是除了张作霖谁也不行 张作霖绝对是他们灵魂级的人物 张作霖讲义气也能容忍 这些人像汤玉林 冯德林 有的都和他刀兵相见过 但是事情过了 仍然是好弟兄 他能容忍 唯能容忍 所以才能成大使 像笔下他的儿子小张 简直是猪狗不如 老张死了 小张看着他爹手下的两个干将 常英怀 杨雨婷 有点权力比较大 那是人家有本事 反正处理事情处理的好 自己有点失落 干脆找了个借口 把两个人都杀了 他这一杀 弄得他爹的这些老朋友 都人人自危 从此有点不伺候了 你也怎么着怎么着吧 到了918的时候 老张给小张留下了很好的家底 有亚洲最大的兵工厂 一天的生产量能装备一个营 有300多架飞机 又从国外买的各种先进武器 日本兵打开了东北军的军火库 自己都有点吃惊 怎么这么多好武器 当时的东北军有40万 在关东的日本兵多少呢 一万五千人 张学良手底下还有军舰 他的海中空装备是全国最好的 他的军队装备是全国最好的 他的军队是最有钱的 就那样他一枪没敢打 吴佩福骂他 你为什么不打 他说打不过 吴佩福气的 我来了就能打过了 只要不怕死 什么都能打得过 吴佩福是张作霖的结拜兄弟 比张作霖大 所以张学良该叫他大爷 张学良这一顽固子弟 就像他晚年舔着脸说的 平生无所好 唯一好女人 到了1911年 赵尔逊又来主政关东 张作霖一看老上司来了 很是高兴 连忙去电表示 愿意更努力 赵尔逊说 好有用着你的时候 到了10月10日 武昌起义 全国闻风而动 东北地区新军里 也有不少革命党 像蓝天卫等人 他们也希望东北能 顺势而为独立 但是赵尔逊不同意 他说东北这地方不同观点 我们处在日俄之间 稍有不慎局面不可收拾 我们不如等官内稳定了 我们看政府的什么个走向 我们再顺从政府 但是那些革命军手里有军队 未必听他的话 他赶紧打电报 让张作霖赶快来奉天 张作霖那个时候 驻军离奉天很远 他接到电报以后 不分周夜 快马加鞭 不到三周夜 就来到了奉天 本来来得及 带不了多少人吧 但是张作霖这个人动脑子 他一进奉天 先大张旗鼓好房子 好像大队人马马上就到的样子 赵尔逊这边 召集新军革命党开会 说我是这个意思 你们看怎么样 同意的举手 张作霖把手举起来了 看大家都不举手 张作霖把两桶香烟用毛巾包着 往桌子上一放 说各位 大帅这么说了 你们如果不同意 好 咱们谁也走不出这个房 大家以为是两桶炸药 卢永祥就把手举起来了 卢永祥就是后来 他的公子卢小嘉 在上海和黄金融 因为争夺 露兰春大打出手的那一位 其他的军官一看 也就把手举起来了 这一算是通过了 蓝天卫和张荣他们 还是想独立 就召开一个大会 希望各界表态 张荣蓝天卫上台以后 慷慨沉词 张作霖聪聪明啊 他们这些军官虽然也是军人 但是都是刚从学校里出来 哪有这种老江湖的点子多 他们会上的警卫都换成自己的兵 等他们都讲完了 看大会有点想激动的苗头 他拿着手枪上了主席台 他说 照我的意思 就按大帅的主张办 谁要是不按大帅的主张办 大帅就指的赵尔迅 即使大帅容许 我这支手枪也不容许 大会又不了了之 赵尔迅对他更加器重 不断提拔 到了这年年底 他已经捅兵马 将近万名 辛亥革命是赵尔迅的弟弟赵尔锋 任四川总督 可是没他老哥的运气好 被杀于成都 当时在东北闹独立的 还有著名的蒋白礼 他们都被赵尔迅送回了官内 张作霖派人追杀 阴差阳错 蒋白礼在火车上上厕所 躲过一劫 这是后话 各位朋友 昨天阳了 没有更新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